1980年9月14 她从妈妈的肚子跑出来 Tagestice Hatshap的感情来到这世界上 不然现在的她不会这么闷 这么闷 有够闷 有够超级的闷骚 从早她就住在 士林区外双西的山腰上 那爱的公车 其实不止两辆好吗 只是等公车半小时 一小时才来一趟 错过了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慌张 每个朋友都嫌她家太偏僻 丽丝剧居然还会感到害怕 Oh 拜托 别闹了 环境又没有空气 新鲜的好地方 好歹原为人跟他老爸 也曾经奔到他家楼下 想一想 不是因为胖哥 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 做音乐而让我唱得 学得假黑暴 其实他的歌都很芭蕾 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 去听他唱一下 We win test test 又不好意思 由于key点太高 我们的副歌不分啊 就我们的当家话 但水妹 为大家帮忙唱一下 掌声鼓励哦 啦啦啦 靠着窗帝原为人家去讲 他人之中做得很很长长 爱情傀儡 征服好莫醒了 都变成了主打 靠着窗帮也听着 越来越来越弹其他 他人之中做得很很长长 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 就要像他一样 今年的他已经26岁 卖过的歌曲 其实用两只手就煮的出来 但是他还其实爱创作 爱音乐 爱爱爱 就爱对爱很火的那首歌 老鼠爱大米一样爱 写歌其实不容易 卖歌要靠运气 靠关系难得的好歌 运气好被公司保留 但保留不一定会用 用油不一定会被打 就算变成主打板税 可能又会挫挫挫 但是亲爱的朋友 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啊 你看他写了这么多 这么多 说真的 没有中的歌曲 至少一两百首 全部的背后 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 你看我们小狼子 努力学习创作 如今才能听到 我们的创作 音乐这条路 很辛苦很寂寞 但是想一想 其实我们不贫穷